城墙的壁垒后面 隔着透明的防弹玻璃 全副武装的战士们 手持对异人专用的武器 死守射击口 现如今 起源弹之类的弹药已经开始普及 哪怕是普通的士兵都能够对异人造成威胁 尤其是华虚国第一的龙明卫 更是大量配备了这种弹药 然而 当他们面临这种前所未见的敌人时 眼睛里还是闪过一抹恐惧的神色 圣经大区安逸了太长时间 哪怕是末世以来 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危险的时刻 死亡的恐惧 对许多新兵来说 头一回如此的真实 都给我好好打起精神来 一名大胡子校官 大声在通讯频道当中吼道 别忘了这座城墙后面 有着你们的家人 我们不可以退一步 哪怕是死 也要死在保家卫国的第一线上 华夏拿尔 宁死也不当孬种 这番阵龙发聩的发言 立刻让那些原本心生畏惧的战士们 醒悟过来 怕死没有错 但是现如今 他们守护着数百万人的生命 守护着圣经 身后 是他们的父母 妻儿 他们可以战死 但绝对不能够退却 杀 一名士兵大声怒吼了起来 人在恐惧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转变成愤怒 这让他们忘却了恐惧与生死 杀 喊杀声震天 轰隆隆 漫长的城墙壁垒之上 各种大小口径的枪炮 开始雷鸣般发射 黄色的光芒照亮了天空 强大的炮火 射在那些黑色的巨人身上 在他们的身上 开出了一个个口子 但是他们 却仿佛不知道疼痛一般 丝毫没有反应地继续前进 这个时候 那些黑色的巨人 忽然开始张开嘴 在他们的口中 一团巨大的赤色的能量球 开始迅速地凝聚 数百头黑色巨人 整齐滑衣地 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城墙上的战士见到这一幕 当即便明白要发生什么 不好 打开防火 城墙自身 就拥有极强的防御力 而部队当中 那些防御型的艺人 即刻上前 打开防护盾 各种异能闪烁着五彩的颜色 挡在所有战士的身前 哄 黑色巨人的口中 喷出赤色的能量炮 异能放出 是最为常见的进攻手段 简单而粗暴 数百头黑色巨人 意气发射 如同数百道重锤 狠狠砸在城墙上一般 大量的防护盾 直接被碾碎 汹涌的力量 轰在城墙之上 将十几米厚的城墙 都轰得爆碎开来 后面大量的士兵 来不及反应 直接就被炸成了鸡粉 战争无比残酷 这样的攻击 让战争前线的士兵 连全尸都难以保存下来 可是没有人会在这个时候伤感 大家都在玩命 他们需要继续战斗 巨人持续前行 呼啸着的城防炮 努力地喷吐出炮火 足够强大的火力 将一些巨人的身躯 直接撕裂开来 他们倒在地上 慢慢化为 黑影融入身后巨大的黑巢当中 但是更多的巨人 还是靠近了城墙 然后开始用巨大的身躯 进攻厚重的人类堡垒 黑巢之中 胖子和兽子 站在阴影之上 悬浮于半空 兽子看着眼前惨烈的战场 看到无数的人类战士 被他的黑影巨人虐杀 看到血流成河 看到尸块纷飞 他的脸上露出 猙獰而愉悦的笑容 虐杀这些蝼蚁的感觉 可真是令人痛快啊 他摊开双手 猖狂地大笑着 我记得这些人类 也很喜欢虐杀低等生物 来获得快感 用残忍的手法烹饪牛羊 用放大镜制烤蚂蚁 果然 神明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所有生灵都是残酷的 胖子却不满地皱起了眉头 他冷冷地说道 你的效率太低了 幽影 我们不是来玩战争游戏的 别忘了自己的任务 如果再晚些的话 他们的援军可能就会到了 所以 还是让我来吧 胖子说完之后 踩着黑影忽然腾空而起 他的双手高高举起 双掌之间 一股恐怖无比的异能开始汇聚 形成了银白色的不稳定的能量体 汇聚 膨胀 巨大化 很快 他便托举着一颗直径高达上百米的巨大能量球 跃上了城墙上方的天空 毁灭 胖子直接将巨大的能量球 推向了城墙 他的攻击手段极其简单 甚至不需要进行命名 所有异能的攻击手段 花里胡哨的命名 也不过是为了将能量倾泻出去 抹杀对方的存在 所以眼前这个胖子 赤后 灭堂的攻击手段 只有一个简单的名字 毁灭 银色的球体 如同一颗巨大的月亮 坠落在圣经城的城墙之上 号称华虚国防御力最强的壁垒 只是在寝客之间 直接被浩瀚的能量吞噬殆尽 土不瓦解 热血尔狼的战役 并没有办法抹出他们与两名物骨 赤后之间实力的差距 这 便是伊普西隆级一人与 普通人类之间的差距 这已经不是一个生命层级上的存在了 哪怕是伊普西隆级一人 与其他人类 也仅仅是外表上看着相像 可实际上 与张义这种存在而言 单纯从战力层面 普通人与蝼蚁之间 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两大顶级一人的联手 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彻底击溃了圣经城的南防线 当这个消息传到孟元君耳中的时候 他的脸色惨白地像窗外的白雪 扑通 一声 他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 随即仰起头 脸上是无奈的苦笑 这就是一人的时代啊 即便是军队的力量 都难以挡下 旁边的军官们 此时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 几乎写满了绝望 因为按照目前这个状况来看下去 这两个伊普西隆级的存在 显然都是黑战车级的强者 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屠杀 那么完全能够轻易杀死 几乎整个圣经城的人类 毕竟后土的能力 可不是以守护舰长的 他无法阻止这两个强大的一人杀戮 甚至 当他自身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时 都有陨落的风险 统帅 天机武器已经锁定对方的身影 要不要直接发射 一名军官脸色惨白 双眼无神地对孟元军说道 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僵尸 人只是在机械地做着反应 孟元军听到这句话 猛然抬起头 大声呵斥道 绝对不可以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 孟元军果断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大手一挥 天机武器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类 最后的底牌了 如果无法保证 一定能够奏效 绝对不能随意使用 那样只会让对方有防范 他阴沉着脸 双手交叉 挡住半张面孔 他们是冲着后土去的 所以 哪怕我们全死光了 也必须要将命令留下 要在后土殿下战斗的关键时刻 用天机武器帮他 瘦子幽影 和胖子灭糖 大大方方地踏入了圣经城 入眼之处 满是破碎的人类战士尸体 大量的热血 即便在零下近百度的超低温中 也没有完全被冻结 仿佛是一个凛冽而残酷的冬天 圣经城的南墙 接出了大片大片血色的梅花 幽影和灭糖 可没有心思欣赏这样的美景 幽影笑嘻嘻 操控着手下的黑暗军团 一路朝着前方杀过去 都打到这种地步了 圣经的强者 怎么还不出现 难道说 他们都走了吗 幽影的脸上 满是残酷的笑 如果那样的话 我就只能够杀光这里每一个人了 他朝前方一招手 浓郁的黑巢当中 黑色的触手 如同章鱼的手臂 又如同万千道尖刺一般 对准前方的城防军暴射而去 破 破 破 那些士兵的身躯 脆弱地像稻草编造的盾牌 被轻易地冻穿 连带着的 还有那些钢筋水泥 构筑而成的建筑 仅仅是一击 就让半片城区 彻底安静了下来 只有浓郁的血水 黑暗粘稠地流淌而出 然后在热气蒸腾之后 凝结成冰 就在二人 决定展开无情杀戮的时候 圣经城的正中央 那个只有二十岁出头的少女 忽然从地板上站了起来 黑色的长裙 覆盖住了他胶弱的身躯 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 垂到脚后跟 他看起来 简直不像是一个活人 更像是一个 做工精致的人偶娃娃 而他右手的掌心之中 还拿着一把刻刀 左手之中 则是两个木偶娃娃 他抬起头看向远方 隔着上百公里 隔着大量的建筑 却将那二人的相貌 看得一清二楚 观其形 只是这一眼 就让幽影与灭塘二人同时 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笼罩在他们的身上 空气仿佛变得粘稠了起来 二人不约而同地感觉到 身体出现了一种强烈的不适感 幽影瞳孔猛地一缩 他的眼睛里 几乎没有多少黑色 大部分都是眼白 看上去极为猙獰诡异 很快 他看向旁边的灭塘 笑了起来 喂 你感觉到了吗 一股很强大的力量 笼罩在我们周围 灭塘依旧是冷着脸 那个传说中 驾驭诅咒之力的 华虚国最强 原来他还在 二人对视了一眼 随即露出凝笑 嘿嘿 那可真是太好了 如果能够在下一次战争开启之前 灭掉华虚国最顶尖的战力 无疑是大功一剑 幽影的笑声越来越诡异 仿佛在午夜狂风中 丝鸣的夜宵 他操控着幽影 带着他与灭塘 朝着地神殿的方位狂奔去 此时的地神殿之外 上万名全副武装的 一人手持兵器 亦能全开 紧张地等待着敌人的来临 可就在此时 地神殿内传来了 神功侍女的一句话 后土殿下有令 所有人即刻撤离 不许靠近地神殿 方圆三十里 听到命令的龙明卫们 全都傻了眼 地神殿位于圣经城的正中央 撤退三十里 等于是彻底将 圣经的中央战场让出来 后土 要独自面对 两名骑马黑战车级的敌人吗 虽然心中吃惊 可没有人敢对后土的命令 提出任何质疑 他们的心中 早就做好了死亡的准备 但是也明白 即便他们全部战死 最多也只能够消耗 对方一部分的力量 显然 后土认为 这种牺牲 没有丝毫价值 如果是三十六天当的话 或许还能发挥一些作用 当即 这些龙明卫队的成员 全部撤离 后土站在地神殿中 侍女说道 你们也退下吧 两名侍女恭敬地垂手 是 殿下 后土的安危 不需要他们这种级别的人来担心 留下来 也只是愚蠢地表达忠心 却没有丝毫意义 不久之后 整个地神殿的周围 安静了下来 黑暗的潮水涌入这片区域 察觉到这里一片死寂 可是幽影与灭堂二人 却不敢有丝毫大意 毕竟他们知道 自己面对的是华须国 目前最强大 也是最神秘的战力 二人在靠近地神殿十公里之外 便放慢了速度 站在远处的高空中 打亮着这片区域 地神殿的附近 没有任何高楼 任何人 都不被允许 俯视后土 那座巨大的宫殿 孤零零地处立在圣经城的最中心 纵横交错的中轴线上 地神殿的周围 是一片巨大无比 被矮矮白雪所覆盖的广场 广场的长宽 各自在两千米左右 如此空旷 显得突兀极了 而广场的外围 则被一圈围墙 严严实实地隔绝 幽影蹲在暗潮之上 咧着嘴 目光却有些凝重地说道 根据传闻 这个家伙可以用诅咒的力量杀人 只要是被他锁定的目标 就是必死 灭汤陈生说道 越强大的力量 约束也就越多 除非 他的异能等级 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等 否则不可能将我二人顺杀 幽影说道 诅咒的运转方式 必须要有媒介 那么 不要靠近那片区域就好了 在脚下的暗潮当中 大量身高上百米的暗影巨人 走了出来 一头头暗影巨人 如同一座座小山 迈着坚定的步伐 朝着地神殿的围墙走去 他们渐渐合拢 很快就把整个地神殿 彻底包围了起来 观龙月立身于地神殿之中 他的双瞳 闪烁着诡异的黑色光芒 即便是隔着大殿 可外界的一切 他却都能够看得一清二楚 幽影与灭汤 根本不敢靠近 而是隔着远远的距离 试图发动远程攻击 来抹杀这位神秘的存在 末世之后第三年 观龙月在官方的明确记载 当中的出手只有两次 第一次 他拯救了建立之初的圣经大区 抹杀过一位圣经大区 叛逆的绝世天才 第二次 就是他隔着数千公里 对张义出手 所以时至今日 他的传说已经格外朦胧 没有人清楚他真正的实力 也没有人了解他真正的能力 幽影与灭汤二人 丝毫不敢拖大 即便是二对一 他们也无比慎重 幽影轻轻抬起自己的右手 而此时上百名暗影巨人 已经形成了一道 密不透风的黑色围墙 居高临下地 将整个地神殿团团包围了起来 幽影的右手修长 惨白的手指 如同五根长长的筷子 他对着遥远方向的地神殿 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圣灵涌叹 他的话音刚落 那上百头巨大的暗影巨人 对着地神殿 缓缓张开了自己的锯口 上百道血红色的异能光束 在他们的口中凝聚 磅礴的力量在汇聚 迅速变成一颗颗巨大的异能球 这些球体越来越大 让整个地神殿周围的天空 都变成了赤红色 滔天的气势压迫的周围的空气 都不敢发出污名 即便是最凛冽的北风 也被压制得死寂一片 但空气中 唯有一股几乎要摧毁 整个圣经城中心区域的死亡气息 在弥漫 毁灭吧 幽影冷冷地说道 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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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同一时间 上百头暗影巨人的口中 同时射出贯穿空间的红色能量炮 而上百道赤色光束的指向 正是关龙月所在的地神殿 关龙月的脸上 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静静地站立在大殿的正中央 那恐怖的能量汇聚于一处 顷刻之间 爆发出了令人窒息的威能 可那浩瀚无比的能量 却在撞击到地神殿之前 忽然被一道无形的屏障 给硬生生挡了下来 天空之中 随着红色光束的弥漫 逐渐显现出一道透明的半球体 屏障出来 因为这道屏障的存在 让幽影的圣灵涌叹 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幽影的眉头顿时一皱 念力结界 这应该是圣经城中 另一位异能者的能力才对 他不是离开了吗 他们的确没有发现 上道文的气息 如果上道文和关龙月都在圣经 那么他们没有道理回避 而是应该选择在 最开始就守护圣经城才对 灭堂却看出了名堂来 他说道 是用能力提前布置下来的固有结界 他们为了保护好 后土 当然会花费大量的心思 原来如此吗 幽影冷笑了一声 那么 只要击碎这道固有结界便是了 灭堂不发一言 双手却开始凝聚出大量的异能 直接形成了一颗巨大无比的能量炮 最为简单纯粹地放出戏攻击手段 毫无花哨 一颗巨大的能量炮 直奔远处的念力屏障 如同彗星落地一般坠落 能量炮落在念力屏障之上 原本坚韧无比的屏障 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 随着恐怖的力量爆发 席卷向四面八方 那道屏障也终于是被幽影和灭堂二人所击碎 可就在此时 站在地神殿中央的观龙月 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他的掌心之中 握着二人模样的人偶 无常勾魂 话音落下之后 他的右手忽然松开 两个人偶朝着地面坠落而下 他的脚底下出现了一大片阴影 木偶坠落入阴影之中 如同泥牛入海一般 没有见起半点涟漪 但是很快 便从这阴影当中 出现了两头巨大的鬼神 他们戴着尖尖的高帽 身高竖杖 一黑一白 手中拿着勾魂锁链与枯桑棒 脸上表情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 两头鬼神出现的一瞬间 遥远处的幽影与灭堂 仿佛感受到了某种因果 出现在他们的身上 冥冥之中 他们似乎被什么东西给锁定住了 这就是圣经大驱王牌 后土的能力吗 幽影与灭堂低下头 他们听到了锁链的声响 从遥远的虚空之中 迅速蔓延出来一道道粗长的锁链 绑附在了他们的身上 吸吸吸 空气之中鬼哭声震震 灰色的迷雾 开始笼罩他们周围的空间 让周围的区域变得如同鬼域 明明隔着数千米远 可那两头巨大的鬼神 还是转瞬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前 灭堂与幽影的身躯 感受到的压迫力更加强大了 幽影直接召唤出大量的暗影巨人 挡在他们二人身前 可是黑白无常 却直接穿过了暗影巨人 飘向他们 灭堂眉头一皱 当即双掌如同鹰爪一般握起 两团强大的异能炮 在掌心之中凝聚 轰然射向黑白无常的身躯 可是他们如同虚化之物一般 对所有的攻击都完全无视 二人的攻击失效之后 黑白无常已经杀到了他们的身边 哗啦啦 锁链响起 因果律的能力 无法用常理去衡量 黑白无常就站在他们的身后 手中的锁链 将他们死死地绑覆住 幽影与灭堂这时候才发现 自己的手脚 如同有千军众 根本动弹不得 两头巨大的鬼神 就站在他们的身后 似笑非笑 似哭非哭地看着他们 随即哭丧棒 直接罩着他们的脑袋砸了下来 生死危机的关头 二人不敢有丝毫拖打 当即爆发出了 自己身上强大的异能 暗影巨人疯狂地攻击 黑白无常 灭堂的身躯 也由那儿外地 释放出恐怖的异能量 可是这一切 都根本无法阻挡 哭丧棒的击落 碰 碰 哭丧棒直接砸在二人的身上 两个人的瞳孔当中 闪过一抹错愕的神色 可是随即 黑白无常便消散在了空中 二人的身躯 却直接朝着地面坠落而去 二人眼神恍惚 脸色惨白 只感觉身体仿佛有什么东西 被抽离了一般